小個子的煩惱就是不是一架子 穿不好會看起來比例很不好 只要比例對了 看起來就會變高 身材也會變好喔 155也能穿出170的氣場 第一套是我的工作穿搭 身為如果跟我是以150幾公分開頭的小織女的話 很建議大家穿有跟的靴子 過膝的靴子會拉長你整個人的比例 我覺得如果跟我一樣是小織女 小織族的話可以投資一些些單品 像這個是Vivienne Westwood的耳環 然後配上這個是Deal的項鍊 差不多都是幾千塊到一萬出頭的飾品的話 會增加你全身的一個貴氣感 包包的話呢是Chanel很經典的Coco Flap 然後它是Medium 25公分的設計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要買這個包包的時候 其實真的想了很久而且很心疼 因為在我五六年前買的時候 其實就要16萬塊左右 不過今年我看它最新的價格其實是到24 25萬 所以今年的時候我真的覺得 哇包包比股票還要好賺耶 因為它真的長得差不多快要10萬塊的價值 再來呢我選擇的是荔枝皮 就是它比羊皮來講的話 它更好更方便使用也更不容易刮花 然後金扣設計 所以它整體看起來是真的有點貴氣又有形的感覺 再來呢工作場合的話我覺得彎痛 全身都是同一色系的話會增加你的氣勢感 我今天其實有個小玄機是選擇西裝單穿 裡面其實是完全沒有穿任何衣服的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會有幾分的性感以及俐落 它會讓我的頸部線條更加的拉長 我的西裝外套其實只是GU的 寄的好像是八九百塊而已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跟我像是小織女的話 日系品牌這種輕時尚其實蠻適合你 是因為我們亞洲人普遍偏嬌小 像很多歐美品牌不管是肩線的設計或是長度 對我的身材其實比較不友善 那大家可以在試穿西裝的時候可以套套看 袖子跟肩線的地方不要過長 那肩膀的話呢你可以選擇過肩 Oversize一點比較有氣勢 或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尚微比較豐滿的話 我覺得剛剛好切齊肩線 會讓你整個造型看起來比較俐落 不管是你想要短板的或是像我這樣子西裝單穿 可以稍微遮住屁股的 其實都是不錯的選擇喔 重點就是要試穿 找出最適合自己身型的 對小織女來講是很重要 畢竟我們的身材是很挑衣服的 第二套呢是我自己很喜歡的白天街拍穿搭 那整套的風格呢也是我平常最常穿的中性風格 不過中性不是真的把自己搭翻成小男生喔 我會搭配一些微辣的性感風 例如說這個看起來很閃亮的高跟鞋 但是它是肩頭的有點跟 所以它會讓你的腳踝看起來更加的性感 褲子的話呢我是搭配Vlanciaga的 這一件呢其實是男生的S號 這件褲子我自己是真的蠻喜歡 雖然它其實比我正常的size 再大個三個尺寸左右吧 不過我覺得如果寬鬆風配上一個 比較性感的上半身的話 會讓人家覺得不會有這麼壓迫感的感覺 整個帥氣度還有微辣的性感風 其實都是很加分的喔 那包包的話呢是我前陣子買很喜歡 它是BV的而且它是男用的腰包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可以一包三用 它可以把這一條袋子任意的變換 它可以變成我們女生很喜歡的腰下包 或是你把這個袋子穿到側面之後呢 就可以變成是腰包 然後也可以呢把它變成手提包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百搭的一個包包款式 這個包包呢它其實價格其實是3萬出左右 在BB他們家算是一個價格比較相對便宜一點點 然後因為加上它是男生的單品 所以它的外型呢會比較中性風的感覺 加上它的材質呢是牛皮的材質 所以就算它是白色 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耐髒的 變化度呢一包三杯 或是你這樣子像我這樣拿著當手拿包 其實也是一個滿時尚的打法 這個耳環就是我在東區的小店購入 不過我覺得它的亮度滿夠的 大概只要500塊左右 不過看起來呢它的 我覺得它的價值其實是超過的 那我覺得中性風呢 飾品的部分就只可能就是耳環啊 戒指跟手鐲 這套呢是我平時運動的穿搭 那我自己喜歡的運動品項呢 其實是熱瑜伽 我覺得對於排汗以及我的身體代謝 其實我覺得都不錯 而且我覺得瑜伽其實會幫助我們練核心 就不會變成小富婆 然後運動的激烈程度呢 我覺得它是比較循序漸進的 不會突然一下很激烈 所以我自己是滿喜歡熱瑜伽的 那因為熱瑜伽呢是脫鞋子 所以在鞋子方面我的選擇就更多了 我覺得其實運動類的服飾配上高跟鞋 其實是一個很性感的 所以我如果運動是瑜伽的話 我會選擇一個高跟鞋 來運動完之後穿搭 整體造型會看起來更時尚 不過呢有了鞋子之後呢 上衣當然不能穿這樣子會有點害羞嘛 太性感了 所以我就準備一件 男朋友平常在打籃球的時候的籃球衣 雖然我的男朋友不打籃球 不過他有做活動的時候得到的籃球衣 整體看起來呢 其實就是一件很性感的小洋裝 然後側邊呢因為球衣比較寬嘛 那運動你有穿運動背心的話 其實也不怕走光 那下面配的這一個運動的五分褲 其實讓你球衣套上去的時候 你也不會怕他會有點尷尬的問題 你看如果你的男朋友的球衣後面有他專屬的名字 穿這件走在路上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你就是屬於他的 是不是很貼心 因為運動的時候呢 難免頭髮會有點汗水或是毛躁 這時候你準備一點有型的帽子戴上去 就會讓你整體的造型更加的完整 像這個包包我自己滿喜歡 是因為它是一個法國巴黎的品牌 麥森Promes 然後我覺得他們家的包包 相對於它的價錢 其實它的做工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這個系列它是以希臘的各個神 所以我這個好像是宙斯吧 然後呢大概是2萬出頭的價錢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手啊腳啊 這個鐵片的做工 以及它的眼睛這個皮革的裝飾 真的滿對得起他們家的價錢 你要後背也可以 側背也可以 那我自己習慣的呢 是後背的方式 整體的容量度也是很大的 再搭配上一個小飾品 耳環呢是APM的 其實我滿喜歡買他們家飾品 是因為他們家的飾品 都是一兩千塊左右 但是亮度又很亮 就算你運動完走在路上的時候 意外被拍到 或是意外跟朋友遇到的時候 也不會尷尬 他會覺得天啊 那你運動的時候 竟然平常也穿得這麼的有造型 這一套呢是我的約會穿搭 那我的約會穿搭 那我的約會穿搭 他小心機就是我覺得若隱若現 會比全部都給別人看還要更性感 那甚至喜歡神秘感 所以我的上衣呢是選擇 感覺好像看得到什麼 但其實你仔細看 也看不到什麼的一個背心 是REC&BON的 那我很喜歡他們家的剪裁 是因為他們家很多這種沙灘系 可以單配比基尼穿的一些外搭單品 那下面呢我是在一個東區的韓國小店 找到這種透紗的一個褲子 那透紗的單品呢其實適合各式各樣身型的人 因為我覺得透紗的單品 因為它其實看不到你實際的線條 那如果你是肉肉女 或是你身材稍微豐裕一點的話 其實我很推薦你可以搭配全長的Legging 有一點單寧束住你的的話 其實可以把你的腿修飾更細 或是如果你像我一樣想露一些局部的腿部線條的話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搭5分3分的運動休閒內搭 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我覺得跟男生約會很重要是穿一雙 你跟他可以有共同話題的鞋子 鞋子的話呢是Travel Scott跟Nike Hermes聯名的鞋子 這雙鞋子我相信如果對於懂鞋的男生來講的話 其實是一個滿有話題性 他應該可以跟你聊很久 而且他會覺得天啊這個女生竟然懂鞋 男生應該會對你有加分喔 那耳環的部分呢我是選擇Celine凱旋門比較小巧高雅的耳環 搭配同樣是凱旋門設計的一個包包 那這個包包呢其實我也滿推薦是因為它是這種防刮皮的 所以你跟男生出去約會的時候就不用很擔心說你的包包會刮傷 可以大勒勒的背著它 然後這樣搭配整體性來呢就是一個奶茶色系高雅但是微露性感 但是又有點潮流的元素在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滿不錯的混搭風喔 這套呢是夜晚的時候跟閨蜜出遊的穿搭 夜晚的時候跟閨蜜出遊的穿搭 有發現我的小巧思嗎 我的小巧思就是讓自己在夜晚的時候 看起來可以bling bling的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很舒適的棉褲 但是它側邊有這種銀鏈的吊飾 在走路的時候呢就會看到它有一點點閃閃發光的感覺 搭配一個鑽包 這是Alexander Wynne的包包 它在夜晚的時候你拿的時候也會讓你變成大家的焦點 不過我覺得跟閨蜜一起出去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注意就是 讓自己不要這麼有威脅性 畢竟我們都是女生嘛 然後大家都是女生一起出去的話 讓自己看起來是好相處 然後時尚友情是很重要 總不能跟閨蜜出去的時候 穿一個大漏胸或是大漏屁股蛋 這樣大家一定會覺得天啊 你是來這邊跟大家爭奪獵物的嗎 千萬不行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看起來呢 會讓自己有型在夜晚的時候會閃閃發光 可是是一個棉褲搭配運動背心 還有一個有型的球鞋 上衣的話呢就是平價時尚的 這個Adidas的上衣一個背心 其實這蠻舒服好穿搭的 褲子的話呢是Old Sand的一件棉褲 它這個旁邊的銀鏈設計會讓你在夜晚走路的時候呢閃閃發光 然後鞋子的部分呢其實是全智隆GD跟Nike聯名的Air Force 不僅好穿然後又很特別 因為它這個旁邊的這個爆裂紋 它是在你走路的時候 無形之中會慢慢的掉下來 所以每個人的這一雙鞋呢 看起來都是不一樣的 你是獨一無二的 耳環的話呢是Fendi的一個水磚耳環 搭配我的鑽鑽包是不是很一致啊 而且我覺得這種小小圓形的水磚耳環的話 其實會讓你下巴的鮮條看起來更加性感喔 這樣整體的look就會讓男生女生都很喜歡喔 好 這一套呢就是我的camping穿搭 是不是看起來很像彩茶姑娘 沒錯 如果 越像彩茶姑娘我越喜歡 沒有啦這一套呢其實 以我這個露營的不算新手老手 我其實露營有差不多十次以上的經驗 所以這中間遇到的蠻多什麼 踩雷的啊 或是有一些令人難忘的經驗 首先露營一定要記得穿長褲 因為我第一次露營的時候 就是想要拍漂漂亮亮的網美穿搭照 所以我穿了一件非常短的短褲去 結果呢被蚊子頂著滿腳的薄 所以我從那一次之後 就知道露營一定要記得穿長褲 再來呢露營要穿一雙 好清潔不怕髒的鞋子 因為我第二次露營的時候呢 穿了一雙我自己非常喜歡的Nike球鞋去 結果回來呢那雙鞋面目全非 而且整個露營的時候 大家在奔跑我都不敢奔跑 因為露營的時候呢其實 凝凝滿多的而且天氣變化 只要稍微有下雨呢 那個地上泥土真的滿多 所以我就選擇一雙ZARA的雨鞋 只要它髒了之後呢 你用清水沖一沖就好了 所以我這一雙墨綠色的ZARA雨鞋 我自己是滿喜歡的 再來呢整身 這種有點像是捕魚網 或是蚊帳設計的這個花布呢 其實是在東區我很喜歡的小店 買到的一個韓系穿搭 露營呢其實天氣變化很大 早上的時候有可能非常熱 晚上的時候會很冷 所以兩件式的穿搭 其實是比較合適的 早上的時候你可以單穿短袖 晚上稍微變涼的時候 就可以在一個多層次性的穿搭 把長袖內搭保暖穿上去 還有帽子是非常必要的 因為露營其實就是艷陽高照 一整天曝曬在大自然當中 所以這時候一頂帽顏 比較大一點的 可以保護我們的臉 不會因為這樣被曬傷 這一頂其實是我非常喜歡的 一個衝浪品牌叫Quick Silver 我很喜歡是因為它有一個 抽繩的設計 你把它拉起來的話呢 就不會怕帽子被飛走了 再來就是我的包包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是CHONEL的COCO FLAP 但這一個款式呢 它是以一個沙灘色系為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非常的五顏六色 而且它是選擇這種PVC的材質 所以它裡面你放什麼東西都看得到 也是好清潔的 露營的時候你選擇這個的話 如果稍微用髒 有泥沙什麼的 用濕紙巾稍微擦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這個整體的搭配性 就會非常五顏六色 很活潑的感覺 還有一點非常注意 就是大家一定要記得的是 我每一次跟露營行手 出去的時候都會看到他們 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露營的時候 除了一雙不怕弄髒的鞋子以外呢 一雙穿脫方便的鞋子更是需要啦 因為露營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進出帳篷非常多次 如果你又是一個夜晚頻尿的人的話呢 那好穿脫的鞋子是當然最需要 不然你光每次進進出出的時候 綁鞋帶 拆鞋帶 或者是套鞋子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生不如死 所以這是我後面露營幾次之後 每次露營的時候必搭的一個單品 這個QUAX其實我很喜歡 是因為以前我們都會覺得不吸血 也是廚師或是內場防滑 或是醫生的手術鞋 但其實近年來呢 他們家的不吸血出防水台比較厚 會讓整體的造型不會過於呆板 然後前面呢又非常多 他們官方出的一些旋鈕的裝飾 它非常的緊實 不會掉 然後你就可以依照你今天的穿搭 去更換 像這個前面的這小吊式啊 我個人可能蒐集有四五十個以上 所以就可以搭配 不管是珍珠的 鏈條的 或是像這種比較童趣的 都是可以隨著你今天一整天的 裝扮而改變的 這就是我的露營風 這一套呢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歐美風穿搭 那這一套我是像我自己很喜歡的美劇 愛妮莉在巴黎第二季致敬 那我自己有一個怪癖呢 是我喜歡隨著心境的不同來選擇劇別 例如說我這陣子可能心情比較不好 或是我需要勇氣的時候呢 我會看歐美劇 為什麼呢 因為外國人他們的作風 本來就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你會發現那種歐美女生啊 他們很勇於做自己 不管是穿衣服上很大膽 或是他們在追求愛面對友誼的態度 是跟我們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當我自己很需要勇氣的時候呢 我其實是蠻願意看這種歐美劇的 如果有看愛妮莉在巴黎第二季的人呢 有一幕呢 是愛妮莉她去法國的市場採購 她就背了這個Longsham的包包 那這個Longsham他們今年這一季出的這個魚網包呢 搭配它上面的皮革的一個拉繩 可以耶 其實我覺得這個包包它變化很大 有一種最簡單的就是你背這個包包上去之後 背一些蔬果 讓它直接顯而易見 其實是一個很健康的 法國女生都是這樣用的喔 然後呢 還有包裝包的概念 你可以選擇一些你平常會用的一些包包的單品 或是像這種眼鏡包 然後你就丟進去 丟進去裡面之後呢 它會從它的網格 看得到你的包包 當然每個人喜歡的包包的顏色跟款式不一樣 就會每個人它有自己的風格出來 再來呢 其實它官方有一個可以搭配的就是 你可以買它官方的絲巾 它的官方絲巾呢 花色非常多 可以綁在它的內袋中 變成一個絲巾印花透出來的一個包包 也是非常可愛喔 然後呢 這一身呢 其實它是一個褲裙 它是我兩三年前在ZARA買的一個小雏菊的褲裙 那我覺得小織女 像我這種比較矮小的女生呢 如果你想穿線高的衣服的話呢 其實可以穿這種胸線相對拉高一點 胸部以下都是腿的襯板 然後搭配上平底鞋露出你的腿部線條 會讓你整體感覺更加的拉長 我自己呢 是選配了一個 跟洋裝有相呼應的一個花朵系耳環 它其實是我們台灣設計師的品牌 在大稻埕有工作室 那我的項鍊呢 其實是之前在長灘島旅遊的時候買的 我記得那時候便宜到嚇到了我 好像才一兩百塊台幣的一個貝殼項鍊 那我覺得它搭配上比較夏天系的穿搭的話呢 其實整體造型看起來是蠻可愛 然後蠻休閒的 拖鞋的部分呢 我是選擇了跟我的包包的上面的皮革相互印的一個 也是皮質的愛馬仕拖鞋 那這個愛馬仕拖鞋呢 因為它的皮革非常軟 然後所以它其實是在路上走的時候 是非常好走的 那我覺得拖鞋的話 要選擇相對材質是比較有質感的 才不會感覺整體的造型比較隨便的感覺 這款包包呢 是我自己喜歡非常久 也用了非常久 應該看得出來它有一點年代的感覺 這是我十年前買的愛馬仕的花園包 那它是Garden36最大的尺寸 因為最近可能要東奔西跑的 所以我就會帶這個蠻耐用的帆布的 那外面掛的這個是男友夾娃娃機夾到 送給我的豆豆先生的小熊玩偶 那我自己也是很正常 連吊牌都沒有拆就一直帶在身上 最近我包包裡面標配的就是 有的時候工作的時候 現在天氣熱的難免會脫妝嘛 那我比較重視的就是眼神的銳利度 所以眼線筆一定不能缺少 那棕色的或是黑色的都是一定會帶的 像我自己的話是唇膏控 因為我沒什麼唇色 所以這些四支唇膏 是我包包裡面標配 最少要四支 有的時候六到七支都是不為過的 那裡面就是有比較深的顏色 跟比較淺的這種玫瑰色系的 然後有這種比較深的巧克力色系 都是我平常包包一定要帶的口紅 口齒清新的當然也是不能缺少 因為我們上節目的時候要講很多話 所以口齒清新一定要帶 粉餅也是啦 補妝不可或缺 那這個Chanel的這個粉餅 我個人是滿喜歡的 大家可以看我很保... 連這個都會留著很保護它裡面 就是比較不會污染到 然後這一款的粉餅 是我覺得它比較不會辣黃的這麼快 所以用完一整天那個線白的修飾度都還不錯 錢包 錢包是一定要帶的 那我的錢包呢 也是跟這個包包是同品牌 也是愛馬仕的 這是Kelly的包包 我自己很喜歡Kelly這個扭扣的設計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個包包 它的皮革也是還滿耐用的 那這個皮夾小小的 然後裡面也可以裝一些 很多人都說這種小皮夾 沒辦法把紙鈔就是分層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以小巧好攜帶為主 那這個銀扣設計配黑色的皮革 我自己是覺得比較俐落帥氣 而且它後面很可愛喔 有一個小小的塑偷設計 這裡面我就會放一些零錢 我覺得滿喜歡的 再來呢 是這個是前陣子海軍姐送給我的 大家應該光看這個外型猜不出來 這是什麼吧 這是一個悠遊卡 有沒有很特別 它是玄天上帝加持的一個 一個宮廟造型的一個帽子的悠遊卡 放在身上既有造型度 又可以保平安 所以我個人一直很珍惜它 謝謝海軍姐 差不多就是這樣 以上就是我每天包包 大概攜帶的基本單品